故事不可入词 欢迎来到陈老师的从诵词里读人生 无论在何时何地 所有那么一两句诵词可以穿越数百年的时光 恰如其分的为你虚说当下的心境 既然是说人生 我们第一期就会从王国为的人生三境界开始说起 对于王国为人间词画中的这三种境界 很多主流的想法是把它理解成 人首先要设立一个目标 然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去做出不懈的努力 最终收获成功回归到平凡 但是对于我的理解来说呢 我更倾向于去理解为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生命个体 在不同的时期它的一种心境的变化和成长 它不是一种不可逆的一个过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境界 出自于燕书的迭恋花 昨夜西风凋壁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它是在讲昨天晚上阵阵西风吹起 满树的绿叶纷纷掉落 枝头变得凋零 我独自登上高楼可以看见一条延伸向遥远的天际的道路 这一句话与其去理解为人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和志向 我更愿意去解读成为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自由体 它看到西风叶落的这种情况 内心有一些感悟 它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些自觉 开始眷恋 开始珍惜 我们都知道活在红神俗世中每天都纷纷扰扰 我们没有办法事事都调轻履息 但是如果能够有时间去做一个自我的沉淀和反省 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 当然这一句词里面肯定能读出词人的一种孤独和寂寥 但是又怎么样呢 人生而孤独 就算有的时候你很多东西不是被大家接受 也不是大家所支持的 但是你坚定的去相信自己所坚持的东西 即使前路漫漫 但是我们高瞻便能看到方向 希望永远在前路指引着我们 接着我们来看看第二种境界 出自于刘勇的蝶恋花 衣带见宽 终不悔 为衣消德 人憔悴 最初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 词人为了一个人 或者是一段感情 身体日渐消瘦 却毫不掩悔 人间自是有情痴 死恨 无关风月 这是一个痴迷执着的过程 那么我们在人生中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 或者是体验 或者是这种感觉 会在某一个很久的时间段反复出现 萦绕在心头 那么为情所吃 为情所困 饱受相思苦 却情有所忠 那么这里执迷的 未必是一段情一个人 它也许是个人的智学目标 或者是工作目标 或者是其他所执迷的东西 但是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生命自由体 它在快速成长的时期 此时它的心态是不断的分裂的 那么它对自己也是处于不断的否定 不断的肯定 不断新生的一个过程 也是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的一个人生阶段 最后我们说一说第三种境界 出自于星期级的清语暗元熙 众里寻他千百度 莫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其实小时候最初听到这一句话 是小学的时候看环珠格格 肖剑和琴儿出狱之时 在灯火明灭闪烁之中 见到意中人的这一种大喜惑望 其实现在看来 我反而觉得这是一种超脱 我觉得生命它之所以独特和可爱 正是因为它每个人都有独立自主的灵魂 去思考 去爱恋 去追逐 去体验 就算有的时候我们历尽千辛万苦 久久而不得 但是也许在追寻的过程中 你也获得了一些意外之喜 亦或是你坚持到一定情况下 绝望到要放弃的时候 莫然回首发现你苦苦遵循的东西 一直在那里 未曾改变 也许我们人生中不可以所有东西 都按照自己的本心去做 但是太执迷于一些事情 你及时的去懂得放下 它也是一种幸福 不是吗 那么回归到我们这一期的大主题 陈老师的从诵词里读人生 就是希望大家在从不同的词句中 可以看到不同人生上那一些丰富的 精彩的 复杂的 却又简单而又独一无二的过程 那么对于人生的三种境界 我特别同意蒋群先生他的评价 他觉得其实这三种境界之间 不存在什么谁比谁更高明的问题 它都是需要自身去独立完成的 那么自己而言是没有比较之分 那么今天的三种境界呢 大概就是这样 也是结合着禅宗中也有人生三境界 就是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以及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 我们可以结合这两种不同的境界 一起去体会一下 如果你对于这三境界 或者这些词句有不同的境界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接着探讨 总言之 送词至于我们 就是那些言有尽而义无穷的美好存在 下一期跟随着陈老师的脚步 我们再从送词里去看人生百态 下期再见